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港交所最近訂了新上市的盈利規定 以前的規定是 上兩年最低的盈利是3000萬 現在提高到4500萬 最近一年度的最低盈利 由以前的2000萬提高到3500萬 三年總計的最低盈利 以前的5000萬去到8000萬 引申波幅的市盈率 由以前的25倍變成14.3倍 即是說現在的上市的要求高了 我說了很多次 其實上市難不難呢 上市就是不難的 你跟回它的要求 你達到它的講法 跟著證明得到你的業務 有增長空間的 證明到這個業務不是靠單一的客戶 或者是很清晰都告訴他們 其實你上市不難 上市不難而已 不代表人們會去買你的股票 這是兩回事 上市買不買你的股票 就是講你的股票 講得好不好聽 是不是市場所需要的業務 跟著市場的氣氛是怎樣 有些人視為上市 就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就是說差不多入了名牌大學一樣 告訴人們自己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或者是什麼 那 反過來我們就這樣看 上市 可能只不過是剛剛起步 也都曾經試過 有很多本來沒有出事的公司 是因為去上市 令到自己出現問題 出現什麼問題 被人架壞了 就是做假數 或者是胡亂 是因為市場賺錢容易 有很多銀行慫恿 你去做一些不恰當的收購合併 撞大間公司又要短期內 那些公司要做大10倍 那時候令到不是按部做 就班去做的時候 就會出事 我都見不少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我看著他在香港 去找地方去租房 做食股市 就是因為上市 因為上市 剛剛那時候碰到雷曼兄弟上不到 又要過幾年再上市 又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錢 套了很多錢回來 錢多就是人所 投資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最後搞到現在是破產收場 這個我是估計不到 這個又見過了 另外有一個就是上市 整間公司是輸了給別人 又搞到自己激氣死了 又見過 見不少了 我經常都說 你說為了上市 而去增加一個明星的時候 我說你不如去認識一個 叫做明星仔 反而更容易去見報 更多人認識 香港有幾千隻上市公司 要去認識完 是沒有可能 就是等於水戶轉裡面 108個人物 你數不到 你數不到 排了一百零幾個 應該是女方 你數不到 以為是鄭月齡男朋友 根本你是會數不到 所以你不要這麼傻 想著 上市的時候 人家一定會知道你的名字 想清楚你自己需要什麼 還有 金融市場裡面實在太多 引誘 太多壞人 你定力不夠的時候 上市並非可能令到你 好像你這樣的預期 可能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今天想說的 上市公司門檻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